封建王朝寿命为什么是两百多年 基本上是取决于一个国家机器的建设 不管是我们发展到了明清 我们中国呢 由于科技的技术本身的限制 我们是没办法把这个国家的权力 国家的行政权力 一直延伸到了春这一级 我们顶多也就延伸到乡 其实古代皇帝也是有很大烦恼了 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 就是当了皇帝之后 就可以号令天下无所不从 实际上呢 多数的老百姓呢 一旦假如积住在山村呢 往往是知有尽的 无论伟汉 就是天高皇帝眼 皇帝管我不早 我每年啊 就老老实在家里种田 然后呢 乡里派人了 到我们村里了 来收租了 我们就去交一点 就实际上是管不了的 一个帝国的维持啊 主要是靠 就是所谓的包税人 就是国家的代理人 就是我们课本里面 经常讲到的这个土豪孽生呢 去负责给这个皇帝收税 那么呢 这时候呢 就是变成了整个王朝呢 就变成了皇室啊 中央政府啊 跟地方族华的这种博弈的过程啊 假如说 地方的族华的利益跟王室 跟中央政府是一致的话呢 那么呢 大家呢 当然是下案无事啊 继续往前发展了 但是我们一旦 到了王朝末期啊 就是国家即便想收税啊 觉得土地的间变嘛 本来正常来讲 就是多数的族华呢 只是一个国家的 收税代理人 他自己本身不怎么交税 然后呢 自己呢 主要是帮国家交税啊 去乡下啊 就去就告诉老百姓 赶紧收税啊 然后呢 他收完税呢 自己留一部会 然后呢 就就其他的 就全部送给国家了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 就会出现到富者 越富 穷者越穷 然后土地随着 兼变得更加猛烈的基础上呢 最开始 这些贵族们 华在收税的过程中 他自己也从中一立了 一立了之后呢 他凭着这 中间环节 他拿走这些中间环节之后呢 他又去大量的 收购这个穷人的土地 然后呢 穷人的土地也集中 集中的话呢 他们的土地越多 他们就越不想交税 知道吧 越不想交税呢 结果呢 土地还是原来那些 但是国家的税收越来越少了 因为 因为这些是收税代理人 你得罪不起 知道你得罪这些收税代理人 你更加不可能收到税 但是呢 不得罪这些收税代理人的话呢 就是所有的土地 基本上到了王朝后期 已经集中在这些土地 的代理人的手中了 就是集中在这些国家的 这包税人的手中了 然后呢 这种情况下呢 王朝就走到了末期 这个过程呢 从开国之初啊 就是土地经分给所有的农民 然后呢 再慢慢的 就是所有的土地都集中在 贵族文化手中啊 正常的整个进程呢 都是很缓慢的啊 而这个缓慢过程 正常也就是 维持到了200年左右 知道吧 就是正常200年的时间 完成了所有的这个土地兼并 其实地主阶层啊 从来就是自己啊 王朝命运的 绝母人 他们拼命的努力啊 拼命的 让自己发家 拼命的让自己的土地兼并 拼命的让自己赚更多的钱 结果导致了整个王朝灭亡 结果自己也赔仗了 就任何时代呢 富人呢 总是在拼命的挖这个国家墙角 然后挖着挖着呢 整个王朝啊 就彻底当塌了 连自己也弄死了 很多富人到死之前都不明白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 实际上呢 都是自作念不可活啊 即便是到今天 这个规例也是不会过时的 谢谢大家